大家好 今天的话给大家带来四场国战的比赛 希望大家喜欢 那么今天这四场国战的话 由Dr.Logic船长 圆虎 广机孤山提供的素材 这里表示十分的感谢 那么最近的话大家有人问起了 这个选将的时候能不能分析一下 但是这里的话个人觉得选将 其实还是看你的个人偏好 你是喜欢输出一点呢 辅助一点呢 还是是吧 或者说喜欢某种适逆呢 那么比如说这第一局纯雄在这边的话 甲鱼选雄 你甲鱼一定要选上 如果你选吴国也可以 两个菜刀流摆在这边都不错 那么我们这边大嘴配甲鱼 这个各种苗场都是放过了恩兵了 那么甲鱼配太后也是很厉害的 两个一个毒男人一个毒女人 这个男女双毒你说能不能逼 正毒就等待残局放毒 强说意 那么刚才的吴国两个菜刀流 大离子是一艘哈 那低缝也是一艘哈 你说这个收益大不大 肯定是大呀 那么这样的话额外的强输出呢 是非常的牛逼的 那么我们这里选了一个甲鱼太后啊 这样的话就看一看 上来受一个万劫的一个盲鱼啊 直接掉了一血 这样没办法装上一把刀 直接过啊 直接过 那么后面的三号位这边的话 装上装备直接继续继续维锁 呃四号位开南蛮炸一锅鱼 孔容的话明世之风直接亮出来 我们帷幕的话是直接开一个手量 拿两张牌 毕竟残血了 你这个没有办法猥琐 再猥琐下去 那就是死命一条啊 那么真机本来是全熊啊 可能招嘲讽一点 但是真机在这个地方 他要抢头条 那抢头条没办法了 那但是虽然他抢了头条 但是把我们的队友搞死之后 就好评了 他吃了毒菜 那你卫国真机司马 这个配合肯定是直接被爆掉 那么现在我们肯定是 太后这边要继续猥琐的 等待时机 就看残血啊 瓢他一血了 瓢他一血 那么上来的话 现在整个大卫士出来抱团 一个九遭我们直接死 还可以九自救一下 但是那边的话有五六剑 还可以强袭啊 吃我一鸡鸡 直接足啊 直接足 那么四号位结果救了我们 这边的话应该是跳飞味了 那么司马家这边也看我们补刀一刀 那么五号位继续救 看来我们的盟友非常给力啊 那这里以一代楼刷一发 装上灌尸啊 枪弩 灰飞夜灭 敢吃我一击 看你啊 这才是真正的一击啊 吃个逃过 乐不素质贴一个啊 两张牌去 气乱摸三张 好评啊 这样的话 瞬间我们甲鱼太后的能力就回复上来了 三号位这样的话 龟缩应该是飞味了 如果他是卫国的话 肯定是跳出来压制其他势力的 结果我们看到这边啊 出逃救我们的竟然是一个卫国 这里打着什么鬼 这打得太差劲了 五号位的话 碧娘本来天过 但是有司马在的话 你这个就没有办法了啊 那么现在只能依靠我们啊 只能依靠我们 那么司马加的话肯定是不太好打呀 那只能选择真击这个软柿子去捏 那么上来的话 火光先来一发 结果选择了打狗祸 打狗祸 但是也没有办法 这边的话真击那边打不动 祸家肯定是不能打的 大师这边的话 酿出来 直接来个大号师 换换换 卢卢卢啊 打是强弩强弩弩之后的话 这样好评啊 直接把卫国的狗祸控成菊花 那么我们现在放毒的话 实际不太好把握啊 当然是希望我们的盟友 把这个卫国给打残是最好的 那么那边的话没有行动能力 六号位这边的话 看看怎么直接一个大阵毒送出去 有属性他的概率比较小啊 这边腾甲他还没有刀 闪天 天雷啊 天雷 那么大师的话 估计要保不住了 大师保不住 我们这里终于有红沙 这边还没用灌尸强弩啊 天然中 都没有司马出场了 天然中 那么现在最后的话 2V3 那看来我们能赢 就看这边五号位的降面了 五号位这边降面好的话 我们还是有机会的 毕竟真击这个地方 反正是残掉了 残掉了 已经没法打了 徐楚 就是 只知道啊 这个拖的 就知道拖的汉子 那这样的话 挑决斗 五号位这样的话 直接决斗跟他拼 结果还掉血了 果拆桥 那么反正啊 狗祸跟郭家都不太好动啊 都不太好动 那我们这样只能选择打狗祸 那么补就补吧 最后再阵毒啊 最后再阵毒 借刀杀人 维木在这呢 你借得到吗 年努你不要 年努你不要 还不够 这边的话 周太一出来的话 那肯定是 至少啊 磨就能磨死他们了 这样的话顺手转扬 来个装备 再杀一刀的话 他没有倾国 这样死 逃九旧的越厉害 我们就可以阵毒 收一根蛋了 怪之怪 你不该身有皇子 那这样的话 人头三张牌 气乱三张牌 六排到手 卫国啊 这样可以崩了 狗祸的话 直接脱缓 从一开始 就我们啊 就决定了 他这个命运的 这个终结了 我们强杀一刀 最后再来一刀阵毒的话 直接阻啊 直接攻你的女人 那么两张加三张 五张牌到手的话 那后面啊 应该来说 非常好打了 非常好打了 只能说 暂时好打了 不是前期的劣势 而且我们是 满装备的状态 满装备的状态 这边的话 香香 最好联合香香 打司马家 打司马家 因为毕竟的话 这边大boss有反馈 然后有各种 一记刷牌 所以的话 我们这边 以一代劳开一发 无中生有再来啊 这个南蛮的话 估计要放 吃个桃 回满再说 那么有乐不思蜀 在这里啊 可以打一发国家 结果南蛮直接 把香香带走啊 带走了 那么直接打国家的话 拆一个桃 冰凉 乐不思蜀 纷纷压重啊 纷纷压重 那么七呢 又摸三张 结果天过了乐不思蜀 这也是日了狗了 日了狗了 桃源一开 九炉 有闪 不拒啊 不拒 那么现在的话 整体就是稳一点打啊 稳一点打 那么顺手转牙 结果想先放风筝 想先放风筝 那么放风筝也行啊 本来我的话 更多的想拿一个八卦 那么这里最后 紧接着开了一个乱舞啊 开了一个乱舞 再加上一个阵独 死了 那最后一个乱舞 还是比较赚的 让他没法卖鞋 那么最后在一个阵独的话 直接把国家司马给带掉 所以的话 只要他没桃没酒 那就是我们的天下 一回合震度不死啊 第二回合接着震 当然这回合震度不死的话 我们损失可能有点惨重啊 他肯定是反规手牌 反规手牌 要是反规到这个桃子的话 就肯定了 所以我们感觉最后 甲鱼太后这个地方的话 应该是孤注一试啊 直接墙上了 国家司马 直接搞定了 好 我们来看一下第二局啊 第二局的话 这一局是一个大卫国了 这一下看一下大卫国 如何反身做主人 那么我们这边的话 两个控场的 突袭跟巧遍啊 那么一号卫那边 弃牌的话 二号卫也是装装被弃牌 有灌石啊 还是比较能伤人的 这边藤甲有扇子 自己装了 来火烧我呀 不怕 是吧 这个扇子在我这里 耍的一手好流氓 顺手转牙 顺我们的白银啊 顺就顺吧 暂时也没什么暖用 六号位气牌 那边的话 远距离插我们一把刀啊 一把刀 都拿我们的白银 那边的话 吕布直接跳出来 无双 你弩挂起 突突突 那边的话直接 结果突对了人啊 扒的就是你的牌 然后这样的话 再扒一牌 然后再来个九弩 掉鞋 不掉 有闪 像这一局的太后啊 不像上一把的太后 这一局的太后打的就稍微激进了一点啊 你这个还 场上还没怎么样啊 你这个纯粹 就是找罪受啊 找死 找死 两个决斗直接瓢你两血的话 剩下两血看你怎么办 后面的话只要是不是全球的 我们这个地方难免炸一锅鱼 又炸出了假鱼啊 炸出了假鱼 那么炸一锅鱼之后 太后的话直接一血残了 一血残的这种局面 只要有你的仇家 只要再有我那你就可以足了 那么这边的话是直接应该是全了 那么场上可能三权了 五号位应该是偏权了 直接非无偏权 六号位的话 细杀 细杀不动 那可能就是非无非权这边了 小势力 求看戏啊 小势力求看戏 那么大胜这边的话直接香香 英魂配消机刷一波牌 刷一波牌之后的话 以一代劳继续刷牌啊 那么这里打一波激进的牌啊 送灌石的九杀 这个肯定还是比较赚的 比较赚的 南蛮他先开一波之后 再开一个乱舞 这是要卖队友啊 卖完队友之后 估计要杀人 收人头了 那么杀一到五号位 五号位反正是全熊嘛 他这个不死也得死啊 这里假如 这个桃子就其实没必要啊 你救起来的话后面啊 这个反正是要被人收的 何必浪费这个桃子啊 何必浪费这个桃子 那么甲鱼的话 刚才这边是拿到 一个杀啊 这个一杀的话杀香香呢 这肯定杀香香 然后杀香香 这就惨了 这个灌石就不对了 刚才这边按照道理 五号位已经拼纯雄了 你就还灌石下去 这就是坑自己的啊 坑自己的 那么结果啊 他坑了自己人之后 自己被菊花啊 被菊花 然后香香大小 一血被太后大阵毒气乱 那么剩下的事情 就是我们这边曹丕的 一波大刑伤啊 十三牌到手 那么我们这里就可以 强出来控场啊 强出来控场 那么强出来控场之后 再来一个万劲啊 骑炉 万劲骑炉的话 该倒的都得倒啊 甲大爷开了各种AOE 开了乱舞之后 杀闪都清光了 那么剩下的事情 就是我们的天下 那么再杀一刀大圣猴子啊 毕竟他这里的话 有阴魂啊 可以扒牌 当然也不需 曹丕的话那边还好啊 还好 继续送行商 那么这样的话 最后小便器牌就行了 没有太多的什么用 那么下架直接被这边勒伯司数控住 那整个的这一场非常轻松的 为国瞬间拿下此局啊 主要就是无权撕逼 为国得利啊 无权撕逼 为国得利 最后一个小国的话 直接吃我一鸡 吃我一鸡 那边杜尔加就死了 杜尔加就死了 那么这场的为国打工啊 其他势力打工的非常好评啊 非常好评 主要这个已经是到了 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的局势啊 所以其他事情你看都憋不住了 无国肯定要撕权 权也要撕无 那最后最差评的应该是甲鱼的那个 灌尸杀队友啊 那个应该是明的啊 那个明的群啊 人家去杀无国了 肯定是偏你全雄的 其他事里就看戏就行了 何必帮你打无国 你这还灌尸 真是肉包子打火啊 有去无回啊 那么看一下这局属国啊 这局只能选属 月银啊 小女王配上马超 都是这样啊 那么结果我们上来这个八号位 也是挺惨 一号位就上来 又是一个女部 首开盲局的 首开盲局 那你先盲局 先死啊 先吃便当 二号位装装装备过 三号位这边的话 弃牌 四号位的话 看看怎么搞啊 南蛮开一波的话 南蛮开一波 我们直接出杀就行了 炸出一个甲鱼 又是炸出甲鱼了 那边的话 磨磨唧唧的 然后这边知己知彼 好看吗 好看吗 美不美 你说美不美 那么香香这边的话 杜空逊配香香 这边又是要打工了 又是要打工了 这么早出来刷牌 顺手转扬 装备再刷起来 看我的厉害啊 几把装备都看来要被刷空了 在街道上人还被无卸掉 再次无卸 那么杖拔又刷起来 几把刀啊 几把刀都没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边啊 这个刀还有一把黏弩跟灌石 奇灵弓啊 没出现三减两人 那么香香的话 九排在手 看他怎么打呢 装备是刷的 这个牌就剩下一小半了 一小半了 那么过河拆桥 那边的话拆女步啊 毕竟现在全凶已经是大头了 谁投的就搞谁 五六剑继续刷起来 无中生有看出来 完了完了 看香香空 刷了几拨装备之后就没了 这也是和和了和了 那么甲大爷这个地方 直接起个双熊 谁敢与我冲一死战 那么开一个万剑之后 估计这一轮要开大了 开大之后在双熊决斗 香香估计是保不住了 这估计是保不住了 要开大吗 果然开大了 这个紧接着一般的老套路 老套路 先开大 先开男 再开大 然后的话 再双熊 再双熊 想玩伤我们的 我们这边九次救 九次救 还有一桃的话可以保命 这样的话 我们继续逃自救 注意这个地方 关键的一九一桃 没有这一九一桃的话 那我们这真的是死无葬身之地了 那么队友吸血 好评啊 吸血好评 三号位掉血 四号位这边的话 肯定是飞无了 杀一刀 那么这样的话就开始挑双熊挨个倒啊 吃一个酒 剩下的继续打香香 继续吃个桃 毕竟刷过那么多牌之后的话 有的是货啊 有的是货 那么这边有行伤 肯定是毒条的 肯定是收的 那么这样的话去找理点啊 去找理点控场 那么我们竟然死里逃生啊 现在死里逃生没有能够死掉 没有能够死掉 当然啊 主要他们这个卫国现在又是占大头了 那全卫撕逼 没我们小国的事情 那么拿一张锦囊牌 求爆发 求爆发 主要现在还有这个冰凉在的话 此时不爆发就没有机会了 就没有机会了 你点这个地方吃逃 又逃过一劫啊 逃过一劫之后的话 就是我们的天下 那么顺冰凉好评啊 本来还在担心这个冰凉怎么办 那么额外一切啊 半血摸牌 这个锁锁连环再来 那么铁锁挂起来 不是那个铁锁挂起来之后 九骚啊九骚 毕竟开过 这个被贾大爷啊 乱武开过光的 所以九骚啊随便来 九骚刚才的话 这边啊是 留了这边啊 留了这边 不敢去乱杀 不敢去乱杀 结果杀了一个贾大爷 想收人头没收到 铝布保了一下 保了一下 那这样的话 这一轮是没有什么作用了 看看下一轮 那么卫炎控一下 批哨防止爆发 结果天过了 天过有减一 有五六 那么杀谁呢 远交进攻打我们啊 整体而言觉得 全熊比较好撕 那么杀一刀的话 贾大爷啊 足 桃子救起来啊 那么现在他难买也不敢开啊 幸亏刚才这里没有开 就九鲁这边啊 否则的话队友死了 这还有点坑啊 有点坑 那么这样的话 鼠窝人头最占优 这边还被控住之后 那么我们手里又有一铁锁 你点没有机会出来啊 当然他有神速 神速 桃子救起来啊 猪格老猪格关系啊 又有九 再杀一刀 还有九 漂亮 这个神旺系啊 神旺系 他要杀我们 这边再来一个铁锁 知己知彼 刷一波手牌 那么杀一波手牌的话 杀的话只能杀离点啊 挑软柿子捏啊 挑软柿子捏 全转一个突击的话 收掉 又有了锦囊 锦囊来着之后 拿一个人王 回个血啊 回个血 决斗的话 这样决斗 这个决斗就有点拼啊 有点拼 火红烧一发的话 直接死 这样的话再次 收人头 再次收人头 那么再还有远交进攻 继续来一发 继续来一发 那么这样的话 强力爆发之后的话 我们这样是 留无限 留桃啊 保 无限的话 还是可以防御的 桃子可以保 队友或者自己都可以 无限两桃在手 那么最后的话 三合一啊 三打一 空有联弩 没杀呀 这刚才的杀 基本都被清空了 而且这个是 夏侯这边啊 没有过牌 直接神速啊 直接神速 所以的话最后 三合一的话 轻松啊 月音的一个小爆发 所以前几局啊 那个 都是跟甲鱼有关啊 给魏国打工的是甲鱼 给蜀国打工的 还是甲鱼啊 那么我们看一下 最后一局 这边的话是一个 像这里啊 这个这里的选将 吴国的话 周瑜相像这个 就强过白的刷牌量的 庞德比较费啊 董太师配画头的话 太师就有点那种 兵临险境 可以绝地逢生 但是的话 整体啊 也有点风险 有点高 那么选一个 周瑜相像的话 这边啊 比较稳一点啊 而且刚才全熊 你有画佗在的话 这肯定是必招 嘲讽的武将之一 那你全熊啊 在配上人和 配上人头数多的时候 那必然啊 拿你开刀 所以的话 生存能力太有限 我们这里拿香香的话 回后外可以防御啊 有装备 加一青钢装上 闪见七掉 这没有什么问题啊 三号位的话 武中生有开一波 自己支笔 结果直接又是炸鱼啊 又有甲鱼啊 那么那边三号位 看八号位 那边的五号位 看我们啊 又是看一个大美女 撒一刀 那么这边在 犹犹豫豫豫 你酿不酿啊 结果离开了 离开了 离开神器 那么这一局 直接是进入了 大嘴甲鱼 日常射 日常射的这个阶段 那你肯定是 打工打定了 打工打定了 全都去死吧 那么这里 把雷公助我 一个逼出来之后的话 我们暂时啊 还可以残存啊 毕竟有酒有陶 可以挡一挡 那么那边的话 真机一出来啊 教主的话 估计是也没有太多的闪啊 那边的话 蜀博老成像 足 足完之后 过额柴桥的话 真机估计也紧接着跪啊 紧接着跪 再开一个大腕劲 弓箭手准备放进 弓箭手 那么这里的话 强力的射几波之后的话 我们不太能扛得住啊 这个地方 还有一酒一桃 可以救 那最后的话 基本就是这种局面了 当然啊 这里甲鱼 留了一线生计 给其他群众啊 这边竟然不开乱舞啊 竟然不开乱舞 那你不开乱舞的话 后面就得喝喝了 喝喝了 教主杀我们一刀 我们直接再次一酒喝起来 然而手里是三张杀难牌啊 三张杀难牌 那么这里的话 一个大杯哥送翻面 只能找甲鱼 睡一波啊 杀你一刀 再睡你一波 那么我们的这个 父亲大人出来了啊 那么孙大 孙猴子这边 直接扒教主啊 直接扒教主 防止他们到时候 来一波雷击的话 这肯定是直接崩了 直接崩 那么月鹰还去杀一个暗将 结果杀到了徐晃 那么这一局的话 基本就是 局势应该是稳下来了 甲大爷在这边的话 基本 大嘴的发挥能力 空间已经有限了 甲大爷还有一个大招 但是大招现在开出来 绝对是对自己人不利的 那么我们的父亲大人 来 刷一波 刷一波消息 火攻的话月鹰 现在这个火攻月鹰 不太好呀 不太好 全熊还在那边的话 这个火攻打甲鱼 毕竟好一点 毕竟有玩杀在那边 如果这边强刷我们两波的话 有强输出了呢 直接跪了 你看刚才没闪啊 都没闪 那么这边的话 我们顺手拽扬 顺一个简易 然后装备挂起来 五六镜好评啊 这样的话 我们的女萌就可以杀甲鱼了 万箭开一波 直接再扎一波鱼啊 教主没有货 教主没有货 那么猜猜看 没猜中 再钓一些 那么这里的话肯定继续刷牌啊 继续刷牌 这里肯定是七减一 五六镜 留距离给孙金啊 留距离给孙金 那么继续克己啊 这克己 那么甲鱼的话 以一代劳继续刷一波 教主的话 他估计也没杀啊 这个有 他这个不敢打了 不敢打了 那么教主这边的话 有满血回复 我们是被翻面的 被翻面的 继续的话 这样的话 七张七个啥 装备刷起来 现在满手的牌啊 有无限 至少不怕乐 那么后面这一轮的话 肯定是能爆发的 是能爆发的 陶渊在开启了 现在整体 吴国的这个比较强啊 那么应该来说 应该是三打二 更好一点 三打二更好一点 然后那边想搞一个 雷击的配合 然后教主就是缺闪啊 闪就那么多 而且现在排队 你看啊 这个就剩下四十几张牌了 有闪的概率能有多大 那么我们手里这一波牌 火攻先刷一发 火攻先刷一发 那么然后的话 这边过拆的话 只能拆毒菜啊 只能拆毒菜 拆这边也可以啊 拆这边也可以 那么拆了一个毒菜的闪 那这样的话 要直接九杀 九杀大嘴了 九杀大嘴了 那么九救起来 这边大杯哥 来一发继续翻面 这边继续翻面的话 就看教主 他给不给换 不给换 直接翻面的话 我们五五再开 开出来了 送大胜一张牌吧 那么有无限 最后再来一个反剑 结果反剑运气就是不好啊 最后拿到一桃 那么基本的话 这一局 那么气藤甲啊 气藤甲刷牌 结果三张装配在手 那么三张装配在手的话 回合外没有防御 有点蛋疼啊 那么断肠断女萌啊 这肯定断女萌 毕竟这么多牌 缩在手上的话 不断他的话 又是强烈的续爆啊 强烈续爆 盾孙金的话也行 就直接破我们的这边的阴魂配 消极的配格 所以他这边断肠的话有点难啊 有点难 那么这个决斗啊 跟二爷拼就直接拼输了 这个也是比较常见 二爷哪却杀 五胜在手啊 那么大嘴的话 最后再放一波吧 再不放就要足了 再不放就要足了 我们有的是闪 还可以顶一顶啊 那么这边再杀我们的 继续闪掉啊 继续闪掉 那么又刷一波 又有闪了 那回合外的防御 肯定啊 已经决定了 已经决定这一局稳了 稳了 那么大嘴的话 吴中生又开一波 吴过拆的话杀一刀 再开一波 没了 没了 那基本结束啊 基本结束 那么先卢甲鱼啊 先卢甲鱼 这边的话 一波装备强换 杀一刀 闪 没闪啊 就直接 那闪掉了 我们这边 乐部四手空一家 顺手抓 然后没法用嘛 最后猜猜看 对啊 还有一个猜猜看 不要忘了这一个双刀流 那最后二爷跟关羽的话 二爷和月银啊 这边已经 贝勒被逼 没什么爆发的能力了 直接结束了 他可以投降了 最后的话还有一波小爆发 小爆发的话把我们乐重 乐重的话其实整体还好啊 整体还好 毕竟有装备在这边做防御 有八卦 那么这边的话在一个一代劳刷一发 那直接投降了 这边还有联努那边的话 女萌手上的话 其实女萌这个时候 估计刚才是没有杀的 有杀肯定是去杀了 手上都是逃 那你这个原因啊 即使再怎么爆发都没有办法 而且爆发就要 这个各种AOE开出来的话 大神这边肯定要卖 卖完之后 我们这边就又可以跟消极配了 所以这边的话 他这个最后没有办法了 又是这一局大嘴假鱼 打工 市场打工 好吧 今天市场国战的话就到这里 最后谢谢大家